在NBA中,伦纳德被送到猛龙,安东尼将加盟火箭,自由市场大牌球星交易基本结束,但CBA方面也进行球队的加强。 北京时间7月25日消息,据安湖体育记者Sham Sheranian报道,NBA老江维德已经完成了和CBA之江队的美邦经纪人进行会谈,而浙江队希望开出一块三年2500万欧元的合同来得到闪电侠。 据悉双方会议最终结果将在两天后出路,而闪电侠韦德可能很有可能赴CBA大球,其实早的前几天,美邦就报出韦德很有可能会加盟CBA新疆队, 而新疆队获中指与亚当司的签约,因此为德极有可能来代替亚当司的,而后这消息便是去下文。 据悉,昨天晚上韦德和美邦经纪人谈起到来CBA效率后的各种问题,包括薪资和一些附加条款, 赛后这将对总经理望俊接受了采访,他指出韦德虽然颠崩已过,但韦德到来对球队绝对是一件好事,就像麦迪当年来中国一样, 他带来的是NBA球队的经济状态无疑会大幅提升,他还提到韦德对于现在的报价基本符合这笔心思条件。 另外不少球迷认为,已过颠崩时期的闪电下,韦德来中国是来寻求实现商业最大化。 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。